香港進入疫情時代 世界都大亂 現在是一個大洗牌 剛剛說可以電影色微 現在連電視劇都比網絡威脅很大 這個時候在電影電視守著某些崗位都不容易 今天的高人集合找到香港審會大學 電影學院副總監 文樹森教授 文先生有理論亦有實際 四十年前一直進入這個行業 穩紮穩打有基礎 由資料搜集造器 只是這件事 現在跟那些年輕人都很不明白 每個人一入行就要碰到鏡頭 要做導演 一會兒又編劇 其實不是這麼簡單 現在我們尤其是拍紀錄片也好 劇情片也好 講第二次世界大戰 講到歐洲的道具 時代背景 人物虛實 實的那方面 那時候的歷史狀況是怎樣 放個杯子在這裏 這些是對的 道具是否正確呢 這些就是資料搜集 當你是清代的人坐在那裏 為何那些傢俬是民國的呢 事務大小跟資料搜集有關 這是真是一個很紮實的基礎 以及是一個很忍得 這句說話說得好 很忍得 存潛的性格 你入這個影視行業 是由資料搜集做起 沒錯 其實那時候就無線有一個很新的想法 我在資料搜集之前其實是在明報晚報做記者 我畢業我讀新聞系 明報晚報做了沒多久 就無線有一個想法 他就說如果那個劇集能夠共鳴度高 投入感深的 一定要很真實的資料做骨幹 然後再加戲劇 他就請了幾個記者回去 回去做些甚麼事呢 回去做將我們 當時我走經濟 走少少犯罪那邊 將我們見到的時同人 就跟編劇說 跟監製說 其實發生了甚麼事 他們聽了之後 原來真實的世界 都很多戲劇的元素 只要再加多一些 珍珊潤色的東西就會變 他們就聽到 大家可能記得有個狂潮 說著酒店業 其實就是說著香港有些酒店大坑 裏面有幾個角色 其實就是香港一些很有名的人 資料搜集哪裏呢 原來這班記者 好像我們一堆這樣的人 就說其實我們聽到的東西 真真假假 你自己衡量 怎樣去變成一個戲劇的元素 又好像看到真實 但又有戲劇的感覺 就從那時候開始的 難怪香港的電視劇起飛 是由改編中外名著的舞台版 搭入香港這個叫做大千世界 我記得中間就是靠狂潮的第一集 富饒酒店 哇延開白席 滿堂生輝 這場戲叫做富饒酒店 裏面的人物相繼登場 我記得這個今日想法是象徵香港電視劇 進入新時代的開始 原來是你有份的 其中一位 因為其實後來的想法更龐大 一路發展 大家有印象我們香港拍黑社會的片 為何會跟別人的味道 和深度不一樣呢 其實又是資料搜集 其中曾經有一段時期 我的同事都有兩個江湖大佬在 他們將那個黑社會的禮儀 黑社會的想法 黑社會的事件 和警察的關係 是完全赤裸裸的和我們分享 我們和編劇談完之後 就變成我們後著很多黑社會的事件 記得我們有一套戲《無間道》 後來被Martin Scorsese 拿去重拍 但是拍不到那個味道 因為他們不是活在我們 我們六十年代五十年代 我住是住在雞寮的 一個星期身上的物件 肯定被人拿走的 一直到我媽媽就說 有些擔心了 就叫一個遠房親戚 CID 就和那些人打招呼 這個年輕人不要動他 如果不是就必然變成黑社會的 那時候很容易踢入會的 所以說到香港最高峰的時候 有時候四五十萬的黑社會會員 所以我們那些資料是豐富到不得了 豐富到我們拿回來的時候 變成香港拍黑社會警匪片 是真的數一數二 那種感情 那種實際的資料 那些事件是很真實的 這也是其中一個資料搜集 我們要負責的事 電影裏面有一個學校 就叫做寫實主義 是意大利寫實主義 這些是戰後 那些同時我們今天看到 都是有血有肉的 所以電影到底是創作 和現實結合到幾大程度 這真是很高的藝術 尤其在我們香港人 你一講的時候 七十年代初 雞寮六一八雨災 嵐山為傾斜 死死一百幾十 我的屋就對住那裏 我住那裏 香港人是經歷過這樣 第三世界 有血有淚 然後將那些痛楚 有一個社會向上流的動力和渠道 將它變成一種創作 和整個社會進步的動力 加進去影視創作產業 難怪一代 由七十年代中至到整整二十年 香港電影和電視這麼有光彩 其實中間有三次的技術轉移 當然招手就是其中一個 拍攝的方法是一個 寫故事的模式是一個 那三次的技術轉移 第一次就去新加坡 接著去馬來西亞 接著去印尼 接著去中國大陸 都是香港那幾二三十年建立的基礎 開始這個技術轉移 是轉了三四次 所以你說今天情況是 很多地方的發展裏面 都有香港的影子 特別是中間的 如何採納 變咒有個套路 完全是將它推出 這個資料搜集都是一種方法 是一個方法 你那時的資料搜集要專業很多 因為那些報紙、雜誌 那裡已經把關 要真的新聞才會印刷 現在不是全世界很多 偽訊手到拿來 現在的年輕人 如果做搜集資料 如何分辨真偽 偽訊這個情況 在戲劇的世界 不是一個大的問題 因為本身以前的創作 都是將一些新聞 再加添色彩 或者轉變一些想法、思維 變成一個戲劇 所以其實現在年輕人 我在學校跟後生的 同學溝通的時候 他覺得整個世界 都可能是偽訊 整個世界亦都可能是戲劇 所以他們對他來說 尤其是電影學院的學生 對這件事 就反而不是一個很大的抗拒 因為他覺得現實世界 比我們關門創作更厲害 即是舖大了 你會知道很多奇人、異事、令人發指 好像最近大陸有一個劇集 叫《隱藏的國樂》 你說那個是劇集 還是一個大千世界真實的新聞大染光 分不出的 是很厲害的 厲害到國際主要好看 《隱藏的國樂》 好看的 傳理系有兩邊 一邊是新聞學 新聞學吃力一點 因為那個偽新聞和真實報道 他們真的要一個很大的平衡 和思維的角度提供 戲劇反而擴大得很厲害 每天打開電視 我們有教的 打開電視一看新聞 什麼人寫到這個特朗普的性格 疫情在這裏 你說寫人物 不用寫 你看他就知道 有多少這些事件和人物 一看特朗普裏面 有羅伯迪利路 有積雷高信 也有米高杜格拉斯 三個人 以前的華爾街 這些什麼無奸道 那些很囂張的 將軍巴頓 齊曬 齊曬 你可以說美國在這方面 所謂的強人是比較膚淺 不會是這樣的 所以資料搜集 變成一個隨手可以拿到的 例如House of Cards 紙牌屋 它裏面的事件 是根據美國歷史 再加添一些東西 轉了一些角度 就成為Netflix 成名的一個非常重要的 一個里程碑 House of Cards 但這有一個大字體 是要認真 這個人家 美國也好 英國也好 House of Cards Crown 是很認真 今晚多謝民主心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